本月六日法国乌拉圭大战 最终法国以2比0获胜 欧新社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 世俗赛正如火如荼进行中 球迷一心为自己支持国家加油 旅美职业律师邱章一早大胆预言 今年的冠军队伍是法国邱章说 2018世界杯决赛 完全是按照国名进行淘汰 不信的话可以看他精准预言 葡萄牙了西班牙了阿根廷了丹麦了丹麦了 墨西哥了瑞淀了日本了哥伦比亚了 紧接住乌拉圭了巴西了俄罗斯了瑞斯了 球章预测照着盘路走下去 办决赛的结果比利失了克罗德亚了 他预言决赛是法国火盘英格兰 最后法过了英格烂了 球章掐指一算冠军应该是属于法国 耶